十年来四宗国际并购 环球晶圆成了跨国企业 在全球十个国家拥有十六座工厂 这背后的舵手就是台湾晶圆女王 环球晶圆董事长徐秀兰 她和有着并购大王称号的卢明光联手 接连两次并购 击败中国基金 让环球晶圆一跃成为 全球第三大半导体细晶圆厂 留着妹妹头发型的她 衣着简单俐落 总是衬衫搭配长裤 每次出席法说会 逻辑清晰 口调家 总是能让法人感到满意 这家公司跟环球晶圆有高度的互补 最重要的是这两家公司的产品线 技术跟客户几乎重叠度非常的低 徐秀兰在半导体业界是少数女性董事长 拥有丰富的工程科技知识 工作起来可以用拼命三娘来形容 这个事情我一直等到今天的凌晨三点钟 我昨天十点多回到台湾 然后到今天早上 等号半夜十二点 那个中国都没有出 offer 所以我们一直在stand by 清晨四点许多人都还在睡梦中 徐秀兰早就起床 跟海外子公司主管开视讯会议 处理公务以及电子邮件 再从台北开车到新竹上班 数十年如一日 以往的他经常在各国之间差旅 走访每间工厂以及客户 回忆起过去出差难忘的经验 徐秀兰说 第一次一个人到欧洲出差 坐上欧洲之心 小睡片刻 醒来之后行李就不见了 他笑说 没想到拜访客户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借钱 现在徐秀兰不再当空中飞人 而是每天早起开视讯会议 掌握影韵状况 这位台湾科技女将 正带领公司向前冲